在繁华的纽约 人们的生活正平静而安逸 然而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即将改变一切 大卫是一名联邦调查员 每次执行都会去执行危险的任务 他不知道下次是否能安全回来 所以 他很珍惜每次陪伴家人的时间 现在 这片平静的天空即将被黑暗笼罩 这天周末 大街上跟往常比多了很多人 而大卫正带着家人外出 驾驶着武林准备前往超市 在街道等待通行时 旁边不时有特殊的作业车辆经过 不远处突然传来了爆炸声 人们惊恐地四处奔逃 此时坐在车上的大卫 目睹了一旁的FBI 被身后的货车撞飞 并且一路将路上的汽车撞向两边 大卫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在开车驶离的时候 与失控的消防车相撞 好在武林足够结实 车里的人并没有受伤 大卫来到车外 此时城市一片混乱 街道上的丧尸撕咬一个人类之后 经过短短的12秒 人类就变成了丧尸 大卫立即带上家人 跟随人流驱车逃离 在逃亡的过程中 大卫意识到这场危机的爆发 已经导致整个城市陷入混乱和恐慌 但恰巧这时 女儿的哮喘发作 必须及时寻找药物 驱车行驶的途中 大卫接到了上级领导老黑的电话 得知会安排直升机过来 将接他们离开 但是必须要等到第二天才有空闲的时间 而此时 大卫知道现在耽误之急 就是前往商场寻找哮喘药 然后就是安全度过今晚 等待第二天的救援 可到达商场之后大卫发现 虽然这里没有丧尸 但是也毫无秩序可言 人们都在抢夺着物质 幸运的是大卫成功找到了哮喘药 并确定前往不远处的居民楼 度过这个令人恐慌的夜晚 可谁承想这里存在着丧尸 而大门他们 躲避丧尸追击的时候 居住在此的墨西哥一家人 收留了他们 成功得以让大卫他们安全地度过夜晚 第二天早上 大卫一家整装待发 告别墨西哥一家人后 开始小心翼翼地前往楼顶 但是还是被丧尸发现 大卫只能努力抵抗 保护自己跟家人前往楼顶 这个男人站在楼顶边缘 似乎准备一跃而下 嘴里也在不断地嘀咕着什么 在男子的身后 他的家人伤心地看着他 原来 大卫得知上司老黑 今天会派飞机过来接他们 但是在前往楼顶的时候 不小心让丧尸的血液进入了口里 大卫了解到人变为丧尸 只需短短的12秒 所以他为了防止自己变成丧尸 伤害自己的家人 而选择站在楼顶边缘 幸运的是大卫平安无事 此时飞机也赶了过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飞行 大卫一家最终降落在一艘军舰上 这里是目前最安全的地方 他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暂时远离丧尸的威胁 而老黑也告诉大卫总统已经死亡 病毒正在全球蔓延 为了阻止灾难的继续 老黑决定派遣大卫跟一名专家 前往韩国调查病毒的源头 为了家人能够继续留在这里 大卫没有选择 飞机刚抵达韩国 就遭遇了丧尸的围堵 而专家因为脚底一滑摔倒在地 手上的枪走火 将自己送去了西天 见到这一幕的大卫差点崩溃 好在当地的驻军告诉大卫 以色列在丧尸爆发前夕 就修筑了高墙 大卫立即又坐上飞机前往以色列 而以色列安排老布来接待大卫 通过老布大卫才了解到 原来这个国家有一条法律 如果九个人看到相同的情报 得出相同的结论 那么地识人必须提出异议 无论这个意见看上去多么离谱 并设法证明 而老布就是这地识人 他也成功证明丧尸存在 这才有了这堵高墙 而此时一群宗教组织 在广场举行聚会演唱 大卫欣赏了一会之后 才反应过来 在韩国时驻军告诉他 丧尸会被声音吸引 大卫连忙告知老布 要他安排人手去阻止他们 可谓是已晚 丧尸通过敌人梯的方式 已经爬上了高墙 毫不犹豫纵身一跃 城市顿时陷入恐慌 虽然军队在努力消灭丧尸 但还是赶不上感染的数量 在混乱之中 大卫与几名士兵被迫撤离 向机场逃离 途中 大卫发现 丧尸从一名老人身旁跑过 也没有攻击一名古兽如柴的男孩 但来不及过多思考 现在耽误之急是赶完机场 而在途中 一名女兵不慎被丧尸咬到手臂 大卫健壮 一刀砍掉了女兵被咬伤的手臂 所幸女兵并没有被感染 登上飞机之后 大卫急忙为女兵包扎伤口 可此时飞机传来一阵躁动 人们不明所以 直到一只丧尸出现在众人眼前 可飞机上空间狭小 没有躲避的空间 眼看感染人数越来越多 无奈 大卫只能用手雷将飞机炸出一个洞 通过气流将丧尸吸出机内 可是飞机也因此失控 被迫降落 这个男人喝了一口可乐 随后便将自动售卖机踢到在地 发出剧烈的声响 无数丧尸闻讯而来 但是男人并没有躲避 而是大摇大摆的 往丧尸群走去 奇怪的是 丧尸像是没有发现男人一样 全都跟他擦肩而过 原来丧尸只会攻击健康的人类 大卫找到了新的思路 他们可以尝试 注射有解药的病毒来进行伪装 研究员们同意了 可是存放病毒的房间在壁区 而壁区已经被丧尸占领了 所以想要拿到东西 他们必须做个周密的计划 随后他们整装待发 可是在前行的路上 他们不小心撞到了柜子 巨大声响 瞬间将附近的丧尸吸引而来 大卫知道 这样下去肯定拿不到病毒 所以决定自己吸引丧尸 让女兵跟同行的博士前去 虽然大卫吸引了很多丧尸 但女兵跟博士前往壁区的途中 还是遇到了丧尸 无奈他们只能返回安全屋 而这边的大卫吸引丧尸的时候 净意外来到了存放病毒的房间 看着整墙的病毒 大卫一时间犯了难 因为他并不知道 哪些病毒是能够治愈的 他先随便收集了一箱病毒 随后走到摄像头下面 向监控面前的博士展示 他手里拿着的病毒样本 随后毫不犹豫地注入身体 等待了一段时间后 大卫抱着箱子打开房门 果然 门外的丧尸 只是靠近大卫嗅了嗅就离开了 大卫松了一口气 他知道自己的猜想是对的 于是 大卫放下心来 制造声响将周围的丧尸 全部吸引过来 面对无数的丧尸 大卫没有感到丝毫恐惧 大摇大摆地从他们面前走过 回到安全屋后 研究人员检查了 大卫注射的病毒 幸运的是他们有相应的抗体 随后大卫将这一发现 告知老黑 老黑立马联系各国政府 制造能治愈的病毒 准备开始在全世界投放 最终各国凭借欺骗丧尸的手段 成功将丧尸消灭 大卫也终于再次见到了 自己的家人